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约这次在峰会宣言里攻击中国来的并不突然 峰会前 美国驻北约大使就毫不掩饰地剧透了今年的重点 及进一步限制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讨论网络攻击安全地数以及增强盟国的韧性来对抗中国威胁 显然 美国正通过北约峰会为其抗衡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实施全球不拒 随着菲律宾近年来不断在南海挑衅滋事 美军和北约加大了在南海及周边地区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度和力度 这种行为与其标榜的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和海上贸易繁荣根本毫不相关 而是属心积虑地推进美国全球战略 强化维护其自身安全利益的军事手段和工具 此外 美国和北约还经常针对南海地区发动舆论战 企图美化航行自由的合理性 每当菲律宾对中国发动挑衅后 美西方国家媒体就加大对南海局势的跟风操作 用明显但有偏向性的说辞和叙事策略 达到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污名化的目的 在美国和北约的挑唆下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 相继派出军舰和飞机到南海进行巡航 侦查 甚至联合军演 试图在所谓的灰色地带挑战中国 北约不仅接受韩日两国在北约总部设有办事处 并派驻代表团加入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开展网络防御技术和海事安全项目 开多次邀请印太四国参加北约在欧洲演习 北约协逐日韩之力进一步介入东亚事务 严重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同时 网络认知领域目前已成为关键战线 北约关于精心塑造其成员的网络攻击受害国形象 并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安全焦虑 自个欧冲突爆发以来 北约大肆操作 欧洲安全与亚洲安全不可分割 贩卖中国威胁 成为北约国家安全议题的政治正确 北约借助五眼联盟等盟友的力量互通情报 不遗余力地散布虚假信息 不断释放战争迷雾 裹挟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认知 企图加紧联合对抗中国 更值得警惕的是 能源领域变成了对华混合博业的新重点 这次北约给中国扣赏 和欧冲突决定性助推着的帽子 背后有着非常歹毒的目的 北约欧盟近年来不断深化 在能源安全和技术转型等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在战略竞争 敷衍力和基础设施保护 以及气候变化方面 越来越多的把安全因素 纳入清洁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中 强调在开发过程中 应避免对中国的依赖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和北约不断抹黑中国 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 目的就是疑似鼓骚 欧洲收缩与中国的合作 北约与欧盟之间 在安全机制上互有重叠 不可避免地冲击着 欧洲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 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和全面评估 北约和美国联手实施 对华混合博弈 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 还要严加防范 两者通过持续提升 对华混合攻击的能力 特别是在能源和技术领域 给中国带来的重大安全风险 好了 本节目都要注意我们下期再见